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试谈 昨天啊,嗓子突然痒了 我们家现在是击鼓传花 传到我了 先是老二感冒 然后呢传给了他哥哥 前两天发烧发到39度 然后呢接着又是他妈妈被传染了 病了好几天 现在啊,传到我了 昨天开始突然感到全身无力 嗓子呢就哑成这样了 大家就凑合听吧 这个声音呢高频没了 地音更加欢呼 更有慈性了 前两天 马萨诸萨州一个富裕的小镇 多佛发生一起灭门案 在一栋600多万美元的豪宅内 一对夫妻和他们18岁的女儿 被发现死在了屋子里 据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三名死者是他杀 然后再自杀 那么从这个迹象来看 这应该是一起家庭凶杀案 是自己人做的 出事的这个小镇 距离波士顿19英里 是当地非常富裕的一个小城市 全镇人口只有6000多人 但是居民的年收入中位数 却都在25万美元以上 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富人区 那么就是这么一个富裕的家庭 为什么就发生了这样的面门残案呢 而且经初步的判断 应该是丈夫杀害了妻子和女儿 然后自杀 因为警方接到报警之后 到达房子时 发现三人已在屋内死亡 其中丈夫的旁边有一把枪 根据媒体报道披露 这家人目前正处于破产状态 他们的这个房屋 已经被取消了抵押赎回权 也就是说房子马上就要没了 虽然人还住在里面 但是房子的产权 可能已经不是他们的了 据知情人介绍 说在过去两年中 这对夫妻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困境 并于2022年申请了破产 其中有一个叫威尔逊路业主协会的 是他们的战权人 说因为他们没有提交正确的表格和文件 所以呢 这起案件在去年十月份 就被法院驳回了 这个月案子刚刚结束 估计也是没钱请好律师 连表格和文件递交都成了问题 根据房产记录说 他们住的这栋别墅 拥有27个房间 有11个卧室 目前的评估价是670万美元 房子周边的8处房产 售价也都在500万美元以上 每个房子占地面积都有好几樱目 可见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富人区 那么这对夫妻那么有钱 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据相关信息披露 说他们拥有一家科技公司 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呢 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业务 只是一家空壳公司 只是售卖帮助学生提高成绩的 所谓的学生成功系统 就是一个卖概念的 估计呢 就是利用自己的一些关系 帮一些富人家的孩子 走走关系这样的公司 公司也没什么员工 就两夫妻是实际运营者 她丈夫是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据资料介绍 说公司负责人提纳 也就是妻子在自己的简历中声称 自己曾经和顶尖大学的教师 以及企业高管有过合作 能够为学生提供资源 帮助他们在全球经济中 发挥领导作用 并茁壮成长 同时说她还是 麻州红十字会的董事会成员 在自己创办公司之前 曾经在一家科技公司 和复达投资公司工作过 另外报道还披露 她是哈佛大学的校友 并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印度德里大学 那么这家人应该是印度裔 而他们的女儿 今年刚从当地一家著名的 叫米尔顿私利高中毕业 据说这所私利高中 是非常难申请的 而且学费非常昂贵 每年只接受约14%的申请者 学费大概是6万多美元一年 是一家十足的贵族学校 据报这起案件是发生在本周四 也就是12月28号 周五早上媒体还拍到 在这栋别墅的外面 还装点着节日的灯饰 圣诞节挂的灯都还在 门外还堆满了装箱的包裹 看起来在案发前 这家人的生活应该还是基本正常 但不知道那天晚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 当地检方在周五早上发布了 这起案件的新闻稿 表示一家三口都已经死亡 但并没有说明这家人的死亡时间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起案件的大致情况 对此有网友在网上评论 说他们申请了破产 但又被取消房屋的赎回权 这说明他们并不富有 富有的表面只是一个假象 有些人为了一个假象 却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也有网友说 这对聪明的夫妻 本该早就卖掉这个大房子 放弃私立学校 但是他们却一直苦撑着 可悲啊 还有人说 一个三口之家却住着一套 十一个卧室的房子 他们的压力之大 逼封了自己 也逼封了全家 愿妻女安息 最近大家都在做年终总结 美国的刑事司法委员会 也对美国的林元购 做了个总结 评比出了一个全美林元购 城市排行榜 勇夺冠军的是纽约市 亚军是加州的洛杉矶 寄军是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从2019年以来 全美各城市的零售盗窃案 大幅增加 2023年上半年 全美24个城市 商店盗窃案件 增加了8453起 其中 纽约市影响最大 零售盗窃案增加了11000起 增幅达64% 居全国之首 其次是洛杉矶 增幅12% 第三名是弗吉尼亚海滩 增幅44% 再往后是德州的达拉斯 排名第四 增幅20% 第五名是北卡罗兰纳州的 罗利 增幅19% 第六名是波士顿 增幅12% 第七是匹兹堡 增幅8% 这六个城市 在零元购方面 表现最佳 应该给这些城市的市长们 每人带一个花圈 表示一下嘉奖 除此之外 其他的城市 商店盗窃案均有下降 于2019年相比 24个城市中 有19个城市均有减少 其中 佛州的圣彼得堡 减幅最大 盗窃案下降了78% 然后 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 明尼亚伯利斯 以及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德州的奥斯廷 零售盗窃案 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下降的 我们就不关注了 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 上升的几个城市 首先是纽约 据纽约市市长 亚当斯介绍 说近三分之一的商店盗窃案 都跟327名惯犯有关 你知道 就跟这327名惯犯有关 但是呢 就拿它没办法 人家是深安民主党的这些法律法规 即便你把我抓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们有保释改革法护生 不用交保释金 到警察局报个道 就可以走 你说 这样的法律 零原购不上涨 才怪 第二名是洛杉矶 2023年上半年 报告的零售盗窃案 是5662起 跟去年下半年相比 增幅高达109% 建于洛杉矶的这个优异成绩 说它目前已经被连续五年评为 有组织零售犯罪发生率最高成事 这个成就呢 应该说也是跟民主党的立法分不开的 950美元以下都属于清罪 这个法案肯定是有帮助的 对于这个零原购 之前呢有人说 950美元以下不算偷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也算偷 但是呢 950美元以下属于清罪 报个道签个名就可以走 零原购事业还可以继续 也算偷 不是不算偷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美国零售业在2022年 一年商家的总损失是1122亿美元 其中有70%的损失是来自盗窃 被盗损失大约是784亿美元 预计到2023年底 今年全美商店盗窃案的数量 将会达到122368起 将成为自2018年以来的最高值 其中报告中指出 经研究证实 零原购激增的城市 大多数都是大都市地区 排在前五名的 都是民主党领导的城市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川普的事 川普到底能不能参选总统 现在是乱套了 全美已经陷入了一个 江湖加浇水的胶着状态 下面我们先来捋一捋 最先是科罗拉多州 取消了川普的初选资格 然后缅英州在28号 加入科罗拉多州的队伍 成为第二个取消川普 参选资格的州 然后同一天 加州放出初选名单 允许川普在加州参选 然后威斯康星州也在打官司 试图阻止川普 进入该州的初选资格 但选务官员拒绝审理 现在各州纷纷加入混战 但是在各州州内 现在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还好加州这个大州 现在没有取消川普的参选资格 这对于川普来说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 各州的不同决定凸显出 美国的民主投票权 和司法对峙的争议 现在迫切需要联邦最高法院 对此做出决定 现在这个问题 目前是非常的乱 因为美国的宪法 没有明确规定 之前也没有遇到过 像川普那么复杂的问题 所以现在 即便在一个州内 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比如加州 大家都知道 加州是民主党的大本营 现在加州的州务卿 叫韦伯 是个民主党人 他认为按照他自己对州宪法的诠释 倾向于让川普留在选票上 就是可以参选 但是呢 副州长叫康一连 也是个民主党人 他却要求州务卿 效仿科罗拉多州高院 要援引第十四修正案 禁止川普参选 而加州州长纽森 这也是个民主党人 他的态度是 他不认为州内官员会把川普 从选票上剔除 也就是说 纽森是支持川普 可以参选的一方 你看啊 现在共和党还没出手呢 民主党内部 现在已经是 因为川普的事情 出现了不同意见 另外啊 在威斯康辛州 有一个酿酒厂的老板 向选举委员会提出诉认 说因为川普在国会暴乱中 扮演的角色 要求将他从该州的选票中除名 但是该州的选举委员会 表示不予考虑 那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 威斯康辛州 一直也是偏蓝的州 除了2016年大选 川普获胜之外 近20年来 一直都是民主党赢的 但是呢 就是这么一个偏蓝的州 选举委员会 也倾向于川普 有资格猜选 另外 明尼苏达州和密西根州 这两个州的法院 也都做出了裁决 要求选务官员不能禁止共和党 将川普的名字列在他们的初选选票上 也就是说允许川普裁选 这个明尼苏达州是个深蓝州 是民主党的地盘 而密西根州也是个偏蓝州 你看啊 目前这两个蓝州的裁决 也是倾向于川普可以裁选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虽然民主党阵营对川普是充满反感 但是在民主选举权上 大部分还是倾向于同意川普可以参选 所以随着越来越多的州 加入表态和裁决后 这件事情啊 应该慢慢的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想必现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 应该也是在等待各州的意见 最后肯定会根据各州的意见 做出相应裁决 而最终的决定权 它肯定是归于联邦高院 因为对宪法的解释 这是属于大法官的职权范围 而现在禁止川普参选的几个州 所引用的宪法条例 就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这是美国在内战后重建时期定立的法案 第一历史比较久远 当时是根据那个时候的局势做出的立法 第二 这个修正案也没有明确列明 究竟你犯了什么样的问题 就明确不能够参选 这些都没有 所以现在联邦高院的最后裁决 肯定会成为这个事情的最后定论 而根据目前各民主党州的表态 以及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 六比三的这个局面来看 最后的裁决 基本上应该有轮廓了 据我估计 最终的裁决肯定是有利于川普的 川普肯定能够参选 如果大法官做出的裁决 有利于川普 那么接下来对于川普的选情来说 应该会更加有利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大概的分析 仅供大家参考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